兄弟们 你们敢消息吗 著名景点红楼小镇 居然有这么大一只鬼 我确这都能把镇子吃了吧 你不要过来啊 Oh my god 我是一名大圈刚毕业的学生 今天和朋友约好一起去红楼谷之旅游 但是这车迟迟没来 只好现在凳子上等等他咯 快点吧 我等到会儿都写了 过来 好家伙 终于来了 今天午真大 师傅 你慢点开行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傻偷 I just been this place 哇 不是要离开慢点吗 放心 我开车从来没遇到过 前方发生了一个车祸事故 大家自己下去走吧 确定不是你搞出来的吗 兄弟们 这里好像一群人在做仪式 虽然这些是封建迷信 但我们依然要对死者保持尊重 千万不要打扰他们 咱们慢慢过去 没错 兄弟们 大家就要像我一样 要沉重地打击封建迷信 你是不是有病呀 OK 我怕一会他们打我 先撤了 兄弟们 哇 这一家是红楼古镇吗 确实很红啊 先去找工作人员确定一下住宿行空 你好 欢迎入住红楼客栈 顺便问一句 你在路上是碰到死人了吗 确实遇到了一场车祸 那以后遇到这种事 离得越远越好 冤死的鬼怨气大 阳气不足的人 是会被怨鬼下周 哎呀 都是封建迷信了 比起这个 先把房间钥匙给我吧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的房间钥匙 我刚刚还看见过 突然就找不到了 但是我现在还有事要做 行 没事 你先忙 忙完再给我找找 突然就找不到了 喂 真的不是你故意藏起来了吗 哎 憨批吧 这不算啊 咱们先去拿上钥匙 然后上楼打开自己的房间 不是 我的朋友怎么还没来 算了 先睡觉吧 你逃不出去 就 这不是岛上那个老奶奶吗 手上还拿着蜡烛 我去 还真来啊 我错了 我错了 别赶我 你看看你那个熊样 啊 醒了吗 吓死我了 原来是一场噩梦 不过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墙上这么大一个死字啊 老板 你这是 半夜来我们房间练字来咯 对对对 去朋友房间看看他那是啥字 啥字哦 别说字了 怎么连人都没有啊 不过行李倒是带着 难道去找老板咯 咱们也下去看看 呃 老板你人呢 过来 我觉 吓我一跳 老板怎么成了正鬼样子了 看来国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们也必须做出反击 这里有些密室 我们来到密室拿上淘不进 还有床子的钥匙也带走 来到103房间进行查看 王林之邦 昨日杀着 陶小丽一拍摄 非自然死亡尸体 招来鬼魂被反噬 哎 都说不要对死者不尽了 再往下看 今日死者 我 OK 家人们 这是假新闻啊 大家千万不要信 不过这个符纸还是要戴上的 哼哼 三样保护机器 我看谁能阻止我逃出去 我来 我去 这么大一只 这淘不进来还有个屁用啊 淘啊 哈哈哈哈哈哈